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小鳳姐最近真的很忙 隔三幾天就被網民召喚出來 可能他們有喜訊就非常慶高采烈 說回今晚收到的消息 原來幫港出聲的老總周庸 他就被安排入住了翠雅山房 到底是甚麼事? 原來他是馬主周巧兒的三叔 這個三叔就不是周星馳的三叔 這個就是周庸 事緣在上星期六 周庸出席了嫉孫的婚宴 周巧兒作為周庸的嫉女 當然也有同場出席 在當日的婚宴上 他們安排坐在同一台 根據周庸所說 他坐在周巧兒的對面 到底周庸對於入住的翠雅山房有甚麼感想? 原來HKG報有份報道這宗消息 他說他入住的房間有100多呎 所提供的三餐伙食都不錯 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緊密接觸者 沒有人是可以例外的 所以就以平常心來面對 就當作在浮生中 難得偷十幾日的行程 享受一下安靜環境 看多些書 有感而發會繼續寫文給大家看 和讀者交流 他還提到 最重要是自己處之太延 不要緊張 靜下來的十幾日 就看多些書 我在這裡抓周庸 就要吉人天上了 因為很多市民其實都關注他的情況 希望他繼續幫港出聲 不過從周庸的事件 就可以看到有兩個問題 首先就是 到底翠雅山房 當初為何堅持被徵用呢? 現在大家都知道真相 就是專攻達官貴隱 或紀律部隊的人進駐 一般平民百姓 只好去西貢北譚沖 山卡拉那些地方 甚至乎被子也不夠 或者手機訊號也收不到 悶到抽筋 就要全部人聚起來 走去連接政府的WiFi 來上網解悶的地方 大家只要上通訊局的網站就看到了 根本那些地方 接收訊號真的非常差 但這就不同了 為處於市區 響正美孚新村上 交通便利 真是不得了 難怪政府一定要徵用這個地方 現在真是一清二楚 水落石春 第二個問題就是 周庸說到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實情當然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看機會是大還是小 在目前的情況來說 為有些活動可免則免 連特區政府也有作出呼籲 就說要減少聚會 保持人際之間的距離 似乎周詩在這方面 就跟得不太足 所以她說到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對的 但有很多機會 我們其實是可以避免了它 變成機會相對降低了很多 上述的內容 我從來沒有提及過任何敏感議題和關鍵字 因為實情真的不是在說敏感的議題 不過 我這段影片 很大機會仍然中了黃標 為甚麼呢? 我懷疑自己的頻道 就被YouTube的AI 即人工智能 就釘上了 因為太多片段黃標的時候 就變相 所有片段一出 就自動黃標了 我的情況是怎樣呢? 今天我上載了三條片段 大家都知道 逢早五晚 就有一天四條片 頭三條片 一上載 公開了 看了一兩分鐘 就馬上變成黃標了 但我已經做了一個測試 第二、第三條片 完全無關敏感議題 仍然被黃標 黃標 我再解釋一次 其實是被YouTube的人工智能 定義了為不適合所有廣告播放 故此 這些片段 就算他有十萬個點擊也好 創作者就不能分得一元的收入 這對於網媒、自媒體 或者創作者來說 當然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那些黃標的片段 創作者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申請一個人工的審核 但申請人工審核是須時的 我們那些片段放在網上 往往兩、三個小時 就是能夠有最大的流量 其實兩、三個小時以後 那些流量就會漸漸回落 大家都知道 申請這個審核哪有這麼快 到他批你的時候 分分鐘已經是一段非常長的時間以後 到其時 再變回錄標 都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都沒有人再會看你的片段 所以我看過蕭生、芯哥、趙博和于飛 他們對於黃標的分享 一些心得和感想 實情從他們的口中得知 YouTube當然是抵賴 他們的人工智能來判斷 但你的人工智能不能夠不準確 對於我這些 有些片段是沒有提及過相關敏感議題 你仍然將我黃標 我已經特地做一個測試了 在今天下午的兩條片當中 我已經完全沒有提及過敏感議題 或者有關的關鍵字了 只不過 在上傳不久以後 馬上也被黃標 當然我申請了這個人工審核 需要等候這個結果 有機會被平反 我覺得也會被平反 因為事實上沒有提及過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我便很不公平 我已經規避所有的議題 所有的關鍵字眼 連標題也不說 內容也不說 縮途也沒有關 都仍然被黃標 即是我的頻道被釘上了 這件事真是很大的打擊 你不單是在打擊我台的流量 你還在打擊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無價 但聲音有價 在這些片段背後 其實每一個自媒體或創作者 都花費了巨量的時間 心機和精神 去搜集資料 做整理分析 以及用自己的語言文字 去詮釋一次 這些全部都是時間成本 都不要說 Monthly subscription 例如Skype的月費 Adobe的Creative Cloud Office 或者新聞平台 例如信報 金融時報等等 因為這些全部都要看 不看 你怎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YouTube這個機制 每一條片都把我黃標 根本就是變相在打壓言論自由 YouTube的做法 其實就是變相在扼殺這些自媒體 和創作者 但是目前你也說 我們這些自媒體 又找不到一個 alternative 來取代YouTube 我們沒有辦法擺脫它 因為YouTube作為全球最大的平台 事實上我也是靠YouTube 才能夠觸及到世界各地不同的益有 以及本地的益有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最大型的平台 但是你這個平台 就不應該用這樣的機制 來對付這些創作者 什麼東西 人工智能 你這個人工智能是搞什麼的 我完全沒有提過這些關鍵字 包括這條片都沒有 但是很容易被黃標 到底有怎樣可以分辨 一條片有沒有黃標呢 只要你看完整段片都沒有廣告的時候 那條片就已經被黃標了 因為一般的情況下 所有的自媒體 網台創作者 都會為每一條片 開啟廣告營收的功能 所以你看一條片當中 至少都會有一個廣告出現 如果一條都沒有 就已經被黃標了 其實這個黃標的困境 我個人來說 已經是飽受困擾了 接近一個多月的時間 所以在大約半個月之前 我就迫不得已開啟了 這個頻道會員的功能 希望多些有加入成為頻道會員 每個月都會 資助我們這個頻道的運作 使得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除此之外 有些益友在身處的位置 原來就申請不到成為頻道會員 比如說大碼或者澳門等等 所以我短時間之內 就會開啟了Patreon的平台 希望這些地區的益友 都可以申請加入成為Patreon的會員 另外有些益友就說 我在YouTube那裡不知為何申請不到 因為種種原因 大家都可以通過Patreon 來作出直接的支持 此外我們還會搞一個播放列表出來 這個播放列表其實就是 所有正常的片段都會放進去 大家就可以在空餘的時間 作出重溫 每當大家看這些片段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頻道都會有所受益 這件事真的非常困擾 因為已經超越它的敏感議題了 有些我不敏感的東西根本上都是照樣黃標的 其實就是這個台被人釘上了 可能我也要遲些 看看要不需要搞一條後備的頻道出來 我就不想和所有的益友失聯 如果我真的搞一個後備頻道的時候 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 還有就是 我可能會在今晚或明早上 放一段貓樂無窮的片段 測試一下到底會不會連那條片都黃標 如果那條片都黃標的話 就證明了我們這個台 根本上就變成了一個黃標台 即是那條片都是被受到限制的 希望不會有這個情景 而且我也找不到任何通道 是可以向YouTube作出意見的反應或申訴的 而且所有的片段被黃標以後 如果我是按了這個人工審查 即使審查結果是怎樣也好 他都不會向你解釋的原因 所以作為一個自媒體 真的處處受限 其實我們的頻道真的全靠各位益友的鼎力支持 才能夠有今天這個光景 希望各位益友 在未來的日子 都會繼續鼎力支持這個頻道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